啊可以掉水 我们现在就主要是做一个中心位的检查 好吧我们取我们不管是用二头还是三头 我先调了一个标准程序 有二头有三头的我们先把那个坐标给确定了 二头三头我们在这个相机效准的基础上面啊 我们再去确认那个头在这个相机调整里面 选择三号头取一颗料 我们刚才是用的是90度把它手动切换到90度 查看那坐标 这不知道看不看到 看不到再看 就是取取了这个物料要能插到那个孔里面 如果是没有插进孔就是调整这个头部偏移这个xy 调整这个参数 那这个我们在手动移动这个坐标的时候 它这个数字也会更多变 我们手动输也可以 这个头三xy这两个位置 你们现在能不能看到这个孔有没有偏差 现在是没有偏差是能插到孔里面了 同一时间这个头转到-90度的时候 它也要插到这个孔里面去 这样子就代表这个头足心准了 就是取一个90度的脸在它-90度跟正90度的时候 头上面的零件都同时插在孔里面 跟历史机的那个检查是一样的 那如果没有对准的话 要怎么调整 如果没有对准的话 就是中心位就要调整嘛 那我们这里就有 这个连接头这里就有4个螺丝 有4个固定螺丝 还有4个调节螺丝 就是 松掉 一般就是4个螺丝嘛 最多松掉三个有一个是保留是不动的 松掉的螺丝去调整它那个平面啊 平面的倾斜度来校正底下的那个垂直度 我不知道说有没有理解到哈 就是手动调摄相机不是通过软件页面去修改参数 上面这个杆它是这样子固定的 但是下面下面这个东西有没有垂直 就打比方这样子是装的有点歪的 要是装的有点歪的 它就是下面的吧 它一旋转 这边一旋转的话 它肯定就是有很大的偏差嘛 就是主要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连接扣子的话 就是让它达到一个垂直度 让它下面的旋转跟下面的旋转 跟这个竹的旋转同心 OK 谢谢 就通过这4个螺丝来调整 4个固定螺丝 4个调节螺丝 好 就是调到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正负90度 正负90度 都能同时插到孔里面去 如果是说有一个偏差了 那这个就要重新校正了 就是它的教准的标准就是正负90度 都可以插到孔里面 这就是可以了合格的 如果说有一个没有达到这个插不进 那就是肯定还要继续要调 对对对 插不插不好就调这几个螺丝 4个固定螺丝 4个调节螺丝 对 就是尽量的插到孔的中心 两个面都是一样的 OK 这个地方这个校正 我们以10个单位提起来 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试一下 在AX 然后由AX-10个单位 当我们在这里移动这个AXY的时候 这里的数字就会变化 因为这里选择的是三号头 它这里变化就是三号头 这个就是调整那个头 中心点以这个撂角为中心的 这个中心点跟那个相机的相对距离 就是如果是有偏差的 因为我们刚才相机对孔已经对好了 那我们头对孔 如果有一点点偏差的话 就以它来对 但是头 它就只能以一个角度跟相机来匹配 因为头有360度 是吧 所以头的中心点 它就是靠硬件来调整 头跟相机的位置 就靠这里参数来调整 这个就是相机调整的界面 主要的功能就在这个 其他都是辅助辅助调整来用的 像这个转角度啊 这边的一些功能的驱动啊 动作的驱动啊 都是为了辅助的完成 把这个相机调整好 最主要的就是修改这两个参数 这些参数 主要是调节这个插镜头的中心点位置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对 插镜头与相机的位置嘛 就是说相机对应的孔是准的 插镜头对于那个孔也要准嘛 我们我们实际插板 都是以头插的把孔里面为基准嘛 相机是辅助了嘛 但是相机跟头你就一定要匹配嘛 所以说我们调的话 应该是先调这个插镜头和相机的这个 中心点位置 然后再去调 再去调相机的位置 先调硬件的位中心 先调那个竹的中心 先调竹的中心 你不管它有没有偏 先调竹的中心 把竹的中心调 对吧 再以因为你正90度跟负90度 都插在同一个点上面了 那就你随便以哪一个为基准 来跟相机校正 它都是一样子了嘛 嗯 有个问题 嗯 如果正负90不一致要调哪里啊 正负90不一致 就调调这四个螺丝嘛 调这几个调节螺丝嘛 这个连接连接块 那个相机能不能分别修正正90跟负90啊 相机不能不能分别修正 但是 哦还是要调机械是吧 但是 我们是另外有参数的 不是在相机这里调整 是有一个参数是调整的 首先第一个哈 我们先要搞先要把这个调好 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有一点点误差 因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调的调的一模一样吧 可能有个十来个十的误差 那个东西就有一个补偿参数了 如果我正90不准呢 就在相机把正相机参数把正90修正好 然后负90还有别的补偿是吧 我们就只能以一个点 就是一个角度跟相机调好 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整这个相机变移嘛 就只能以一个角度来对应来校整是吧 校整完之后其他角度如果有偏差 我们就通过这个设备参数里面 有个角度补偿在这里啊 在这个角度补偿里面 在这里是可以修改的 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二头 二头在15这一行啊 15这一行呢是一个 看后面这个位置 -59到-20之间 打个比方我们编程 编程里面有一个-40的角度 -40的角度它如果说是跟零度不一样 零度又差得好好的 -40度它差偏了 打比方X要减20对不对 那我们就在这里X减20 就可以了 20是多少啊 0.2毫米 0.2毫米 对 好好好 反正还是100就一毫米嘛对不对 也比例我们上面的比例都是 看这个程序里面的作用 这个就是 1比100个单位一个毫米比100个单位 哦 ok ok 好行 嗯 这个不知道理解了没有 我们个打比方我现在就是去 因为你看不到现场呢 只能大概的讲一下啊 那打比方我现在就是以程序的零度来 我们现在这里程序有很多角度嘛 程序里面这个程序啊 现在是哎怎么去 哦 这边强步是90度 下面下一页这里很多零度啊 是吧 是吧 我们程序里面打比方我现在走 我移到一个 我移到一个零度的位置啊 这里是个零度 这是个零度 那首先说我们去效准 那我们就以这个零度来效准了 就是我们不调头的中心位的时候 是吧 我们效准就按好头 取一颗量 重量夹住 好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效准 打比方我现在有一点点误差啊 我X加10度 这样子 我就把它效准 这个是以零度来效的 OK 我保存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零度 相机也照准的 我孔也插准的 OK 匹配的 保存出来 那我现在按好头 我在回到90度的时候 我在走到90度的时候 这是一个90度的点 来按好头90度的点 但是 但是在这个状态哈 这个90度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在这里 也是一样的取个量 好 这个时候呢 发现这个作品是有偏差了 那就是说 两个角度不一样了 是吧 对吧 这里有偏差了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板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板要往 右上角移一点点 我现在看了 就板要往右上角移一点点 那我现在是这个正90度的 好 OK 那我怎么去调整呢 进到这个参数里面 找到暗号头的90度 这里这一节 乘11 到那个 24暗号头 暗号头的正90度 正90度在这里 61到100 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 往右上角移 右上角是 x加y几 怎么怎么怎么看出来 x加y几 在右上角 x减y减 这里这里 右上角 x减y减 这个我们就记得 因为我们不能 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 在那个相机调整 里面再去调了 因为相机调整 这里已经校正过了嘛 那我们就只能在这个地方校正 另外一个角度了 正90 二头增90在这个位置 X减8减9个单位吧 ESC Y也减8个单位 这里保存 那我们现在设定出来之后 所有二头 看这个程序行 所有二头的90度的量 全部都自动增加了负8度 负8的坐标 XEYE就是一个补偿 多角度补偿 在这个位置 看明白了没有 明白 当我们 你说 这就是说我相机校准之后 我插件还是发现有一个角度 还是有误差 那我就通过单独的一个补偿点去校准 接下来看你一张是吧 对 然后具体是X加还是X减 主界面有一个表格 参考表格有对应的X加还是X减 参考那个去加减 对就慢慢调 比如说你刚才样减8减8 还是不合格 差点 那就减7减6这样慢慢调 对 或者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时候 理论上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可以去先手动调出来 来比方我们就是说 现在就说 我把头取一颗料放下来 当我发现它零度的时候 我发现了090度 90度骗车的时候 我在这里移动 打比方就刚好移动-10A 准了 准了 那我就把这个数记住 记住之后 这里先把它取消 我们这里是不能调整 因为它这个上面的数 已经变得环色背景 它已经修改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取消 取消之后 但是我记住 我们刚才移动了多少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把它修改上去就可以了 对吧 就刚才你这个位置是不能动它的 我只是尝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对准 对对对对 我参考你移动的数据 在这里修改 对对对对 那只是一个参考 不能修改的那地方 那边是参数是不能动的 因为你动的X和Y车 它自动就变化了 其他点可能就不准了 那里变 它是所有角度跟着变 对对对对 所有的角度跟着变 你现在只要修改一个点 所以说你那里不能动 只能在这个单独这里要改了一个 就参考一个数据改一下而已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OK 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 它不是说误差很大 因为你如果误差很大的话 你头偏的那么大 那底座肯定也会偏 对吧 那底座就很难对准了 因为底座的头头一偏 你底座就跟着 不可能是跟着去偏的 所以尽量的这个数字 一般就在一二十个单位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搞过四五十个单位的话就 头部就偏差很大了 就一定要做一个中心位校正 一定要去调硬件来就是调这螺丝来 首先我肯定是插镜头要调准 就调准好的 跟那个相机的中心距离要调准 对对对 再去耽搁耽搁的 基本上那个耽搁耽搁的 就修改十两个式就差不多了 不非说相差很大 相差很大那就是肯定硬件问题 然后那就重新调了 就是没调好对相差很大就是说 这个中心还是没调整 对对对一到二十个距离是 可能有某部分一个两个 可能可以单独改一下 如果说相差大概四五十五六十度 那就是你根本就还没调好 就重新调 对对对对对 OK理解 对所以 所以这个 大概就这样子 这里面的功能反正都是围绕这四个参数来调整的 里面的功能功能都看得懂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 OKOK 那就好 那就讲那个设备参数了 你那个头为什么还没改过来 那个一二三四只两个头 一和四控制 那个 那个底底 下面那个两个 这个不改 这个干嘛改 本身都遇了 你不管了就好了 那个一四它是不用动的是吧 对 你改了它也不影响 你改了它 它不使用 它无效的 OKOK 你改了它也不 改了它也不会出问题 就这样子 行行 那跟客户讲一下 这个一四你是不用管它的 没用的 对对 我们这个机是按四个头来做的 就这么给你讲 但是我们现在只用两个头 所以说是二三 这是一个 对 这个通用版本 可以讲这个界面了吗 OKOK开始 这个界面前面的话 就每一个都 每一个都讲一下 这个前面两行的话 就是相机调整 上面的这两个参数 但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修改 因为它也是一个修改参数 就是相机调整 318 36-3688 这个这个是 一样的 那边修改 与这边修改 都是可以修改的 这个参数的 这个就是打个比方 我手动 就是差一点点 我就在这里修改 也可以 这只是为了一个方便 在这一个 这个是 送料时间 我们就是 对于 这个 这个默认100 你们可以不用管了 但这个一直还存在 就是 以前有用的这个参数 以前我们的送料的气缸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它就只有一个感应器 前卫是没有感应器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 是必须要用到的 后面前卫加的感应器 有的 就是有的产品 它就不需要 有的产品 它就需要 这个就是不用去管它 100参数不用改 不用动 对 你不能改少了 它补件的时候 它可能 还要读到 这个 这个是头夹 头部夹 夹料延食 是吧 头部夹的延食 就是说我们 我们夹只取料的一个延食 就是本来取料时间 打比方 但是 本来三秒 不是 0.3秒过了 就OK了 我们就 加一点时间 让它0.3 5秒 这样子 延食 就是夹完料之后的 它一个停顿时间 它给下一步动作 就是给这个动作一个延长 让它 就是加的更好 有没有必要改它 这个参数就基本上不用改的 参数已经改好了 基本上不用改了 你可以修改 就是要改慢一点 你就把这个参数加大就行了 但是尽量的就不用改小了 只能加大不能改小 尽量不改小 这改小也是可以用 因为这改小了 它就是稳定性就没那么好了 还是没这种给它一个动作 给它一个延时 就稳定一点 OK明白 因为像夹子 它是没有感应器的 这个气爪 它就是靠它指令里面给它的 软件里面给它的一个时间 有时候这个夹子 来比如气露 气量没那么大 或者是哪里 气露有点露气 或者是什么情况 它就被动作被烧掉 所以慢了一点点 就通过这个延时来 让它更稳固一点 OK 就是说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一般费 正常的话 就我们 总结的经验 正常的话也就是调个六十五六十就差不多了 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所以这几面参数基本上就不用改了 这里面的一百六十都不用改了 基本上改是不用改 再了解一下 每一个参数是对应的是哪一个点 反正这些都是延时 延时就是每一个动作的一个延长时间 头部夹料的延时 还有送料的延时 送料的话就是把料送到头上面 在这个时候的停顿了一下 他送到头上去 本身正常的时候是感应器亮了 他就应该动作下一个动作 是吧 但是我们是让他送过来之后 让他再停顿一下 再动作下一步动作 让他更稳一点 因为就是 你要说是感应器没调好也好 或者就是说 那个有缓冲 他有个小震动也好 他就是给他一个动作的延时 了解这个就好了 在那个底座 底座也弯脚延时 这个弯脚延时就是我们 底座伸上来我们 这个地方呢 主要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取那个检测 我们的检测是通过 底膜跟那个头夹 上下导通 形成一个回路来 达到一个检测效果的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他那个接触点 要让时间长一点点 就接触得好一点 所以说这个延时 主要是这个作用 他就是底膜顶 底膜上到最高的时候 一个停的时间 形成一个回路 他就能感应到 有一个时间点 能感应到 我插进完成了 对 OK 这里 就讲下面这一段了 下面这个是停车时间 停车位置 不是停车时间 停车坐标 停车坐标呢 就是我们归零完之后 设定的一个过板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我们 是可以修改的 这个就是修改一 但这个是每台机 都可能不一样 因为绝对值设置 这个马达装的位置 是吧 有一点点误差的 跟四个相对来说 大概是差不了多少 都是 左右是肯定是 不会有什么差异的 都是定在正中间 但是 这个也不用讲什么差异 每台机各管各的 反正就是这个过板的时候 工作台停到过板的 这个位置 这个叫停车位置 这个是 这个英文不知道 体摸角度 这个是角度吗 这个不是角度 方向 进板方向 运板方向 对 运板方向 零 我们设定的是零是 沉左到右的一个过板 像这台机就是沉左 右流 流板方向 就是过板的一个方向 就是沉左到右是零 沉右到左 就会要改成一 我们 我们坐在这个机是 从左到右 所以说都是零 对 我改成一的话 也可以用吗 我让它板重左 右边进来 我 喂 宽哥 哎 我这个英文 我 搞不清啊 这个 我得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 能切中文吗 可以 你切 要不你稍稍等我一下 我我打把说明书打出来看一下 哎 对你们那个说明书 有更新吗 就是根据我们这一台机座的 那么还没有呢 那我们出后的时候 要放一本说明书 在里面啊 会中吗 你们会会根据这台机做过什么书吗 还是用之前的 要是做一份吧 要时间 没人搞 但是这个也还是有必要啊 可是客户不知道用 说明书基本上能解决吗 嗯 下面一个补件次数啊 这个无效的 这个这个这个第4个这个是无效的 我们这台机是哪个补差功能的吧 一行机目前来说都没用到这个功能 不过当时做软件的时候 他把这个考虑进去了 这个是无效的 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有个 一辈子手动补差 如果是没差好的话 它有误报的情况嘛 你如果误报的话 那你在这样的自动补件 那不就打坏东西了 这只是单独的有误报 给你一个报警 你得操作员去修改一下 手工改一下 再去实行 这里不能修改 反正就是就用零吧 我也没去验证过 应该是这个功能一直没用 也一直没试过 因为都这个看母一呢 就是那个绝对值 那个编码线来用的 这个不用修改 就不管了就行了 永远都是看母一 第六个是角度补偿 二角度补偿 我们设定的时候是 工程师选项里面 不有个绝对值设置嘛 就设置的是一个马达的零位 马达转一圈 它都有一个标准零位 那这个标准零位 跟我们的 我们一般的 我们一般转这个头的时候 定义都是以马达零位 来定义的 但是如果说有偏差 就是在这个地方修改 打比方那头是歪的 我要修改三个角度才正 这样子才就修改了一点 就是在设备零位之上 在机器的零位之上 给它一个设置零位 大家现在是看这个头是偏的嘛 对吧 对我归零之后 它也就在这个状态 就是现在这位 它是认为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零位 那打比方 我们 我们 就把这个 如果这里是要偏的 我们就肯定是要把它效正 效准效正的 那就修改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一般插个 也是摸了零吧 就更改了 目前是零 对不是每台机是零 这台机它是刚好调到零 对就我们这台机嘛 就是我们这台机参数 对对对 因为我们会是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第一次在家里面装机 肯定都是先买它 归完零之后 我们才去装这个主转 装这个主转 所以我们会手动 把它效正跟机器的零位 是同步的 出机之前肯定都是这样子的 一般就是说到了后期了 肯定就不会再去 那么认真的效正了 但如果是差个几度 就直接修改了 对对 这头部 RA 这里是Q轴底座的 底座也是一样的功能 就是零位补偿 RB 这三个都是角度补偿 对 气缸第二列的 第二列这有个气缸延时 气缸延时主要针对的 就是我们左轨道右轨道 上下长板的时候 上下两个大气缸的一个这样动作 它大概给它一个多少时间三秒 大概大概就是三秒的一个时间 就是超过这个时间它就会报警 打笔班的感应器没感应到 超过这个时间它就会报警 就这样 那就一个缺口延时 缺口延时的话 就这样解释吧 之前我们有很多时候这个感应器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有一块缺口 像这个板很多这个洞嘛 它被感应搞到的时候突然中间它就灭掉了 灭掉了就按照你一个是没板了 它等一下又有板了 所以说这个板还有没有完全过完 就给了它一个延时 让它在短时间以内就不当做这个板完成了 那样子对吧 就避开中间的缺口 就起一个这样的效果 缺口延时 这个也理解 OK 那叫进板超时 出板超时 这两个 这个进板出板 就是我们从左轨道 从这个左轨道传板传到工作台 再就从工作台传到右轨道 这个一个进一个出 它这个时间 5秒5秒左右 对我们现在设定的是5秒 也可以设个3秒2秒 想它快一点就是 然后超过这个时间就会报警 超过这个时间它就会报警 OK 它打比方是卡板卡住了 卡住了也给它一个时间才报警 不论是 你最起码要大过它正常的一个全身的时间 是吧 明白明白 PCB定位时间 定位时间是怎么来的 它这个是一个定位时间 就是我们这个定位 什么时候开始定 所以我们板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才能定 就板到位了 对吧 我们才能定 但是我们的感应器内 它不是在这个最边上 它是在这个中间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刚好长的这个针下面来 定位针下面来 那我们的感应板 实际上它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已经感应到这里感应器 这个时候就已经感应到 这个时候就已经感应到油板了 油板了它不能立即下来 它一定要等这个板走到这个时候再下来 那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就给的是一个定位延时 就给了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要保证这个板 从这个地方传送到这个地方 我这个针再扣下去 OK 这个距离越 这个距离越短 它这个数字就可以调得越小 下面这个是 这几个就是速度了 速度2A的一个速度70 你做转角的速度70 2B转角70 这三个都是转角的 一般我们这个是一般的速度 就是这个马达 它本身每秒它是3000转 3000转我们这里做个测试 最高就是75 这里设置75 临近参数升80 它们相得出来的一个转速 就基本上是跟马达的3000转 匹配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里设置参数 都被设置在75以内 但是如果说你高设一点 升8090可能也行 因为它有个 马达转速有个分值 它可能有时候4000 它也能用 但是最好还是在75以下 就这样子 OK X Y的速度 工作台的横向移动跟正向移动 我们的X是在上面 Y在下面 所以Y的负载一般都大一点 我们Y速度就让它走慢一点 就是X一般调大一点 Y会小一点 相应来说 这个一个带出版延时 带进版延时 这个可以不用去了解 默认600就行了 这个讲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当初设计理念的话 就是说 它传了一块碗在这个外面 正常的话 出到外面正常的话 它现在就要传到下一个工序 打比方 它是认为 下一个工序一直没有 在向这台机器要把 一直没传出去的时候 这台机器 它应该在一个时间内 它就要报警 报警提示 下工序有异常了 就要用到这个功能 在打比方 后面不是一台机器来接 是人工来接 那人是不是打瞌睡了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报警提示 这个时间现在是 以分钟为单位 是600分钟 600分钟 那就是一天都用不完了 所以说 目前是把它设得无效 如果设了一分钟 这一分钟 这个板 如果是在这个板 如果在这个右轨道 待一分钟 还没传出去 机器就会报警 有一个报警提示 亮环灯 这个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OK 从都没有客服用过 它设计的时候 因为首先 它是最初设计的时候 考虑的这个因素 这个日志保存天数 这个日志保存天数30天 文件保存50个500个 保存之后 它会自动删除吗 自动删除 当你超过了一定的数量 它就自动删除了 那可能这里面参数 可能就学改 就是两个 就是两个 这个是 就是文件保存的时间 和一个数量 这个可能 可能客户要用的话 可以改一下 其他参数 我们就不用动它了 对 可以 那你去订阅吧 我们出生前 整个设备 反正你调是好了吗 这些参数可能是 就是我们调的最好的 我们就告诉客户 整个参数 你都不用改它 不用动它 就可能最后两个参数 这个文件保存的日期 和这个数量 达到这个数量和日期之后 就自动删除 如果这个你觉得 有必要改的话 你可以改一下 其他参数你就不要动它 我们给你已经调的 最好的状态了 对吧 对 这个我从都没改过 我也不知道 最大能保存 如果说他客户说 他的一个文件 他要保存一年 或者多少 那就他自己去改 但是起了参数 机器的一些参数 我们就不要动它了 我们已经帮你调到 最好的状态了 你又不用去改它了 可以吧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如果说客户 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再去办 看怎么帮他 去调整一下参数 但是他自己 今天还是不要去改 可以吧 那没问题 因为主要是我们没人去现场带 对 所以说 所以有一东西讲不到那么清楚 对对对 这参数你不要动 具体 比如说你 角度不到位 或者说什么问题 那我们单个问题 单个去给你帮你解决就行了 但是你自己不要去动这些参数 动来动去 麻烦越来越多 对 但是我们会 我们有备份这个东西的 我们这个软件 跟这个系统比较简单 直接扣笔就好了 我这里有备份的 像6月17号 这个文件已经备份在这个地方了 你就算是他修改了什么东西 直接把这个烤回去用就行了 OK OK 那是最好可以 这个东西要告诉他们 要经常备份一下 这可能就是 最好是一个月备份一次 一个月备份一次哪个文件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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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程序在里面 还有一 因为他们不修改参数 也不至于每个月备份一次 就是备份的是程序 那有经常有修改一些东西的话 那个参数有微调的 有的客户 那就要 那就备份的就主要是参数 像他们这台机备份 他主要是备份程序 所以他们按道理 他们的打的这个反的总的应该也不是很多 也不会说经常有新模特 不多 对啊 所以说也不一定要每个月备份 就反正 就你修改情况的话 你经常修改的话你就备份一下 你如果不经常修改就没必要 对对对 OK 这个是这个就是文件 这个就两个 这个是软件的一个目录 这个是一个参数的目录 就这样子 你这个会显示英文码到时候你系统装好的话 改成英文就行了 那这成命名把它改一个名字就好了 对吧 你这是给的名字嘛 到时候把这些东西删掉嘛 搞到英文码的时候我就把多余的删掉嘛 对我是我意思就是说你系统装好之后 你这些文件里面的命名也得改一下 不用做买买买的 啊啊 记得啊 这个数据数据之前 全部把它改成英文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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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数据之前全部改成英文重新命名一下吧 那个360你装的干嘛 不用买应该 后面全部被取下来 OK OK 他是他是下载这个腾讯会议跟微信的时候 附带的这个东西跑出来的 哦 那你后面你把这个腾讯会议和微信给他留给他吧 其他东西也给他全部上了 不不不不 我全部删掉了 你他到时候他们自己装吧 那他们去装英文版的 我们这里我也搞不懂英文版不英文版的 行行行 那你全部删除吧 继续给他留一碗就行了 对对不折腾 但是他们自己装比较好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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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最好 那这个相机叫准和这个设备参数 基本上就讲完了 就是大概是这样是吧 在这里面就是一个角度了 嘛 角度刚才也是顺带讲了一下 也不用讲了 OK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啊 谢谢大家